用收集的組合來代表自己的心意 是現在一位年輕人一項蘇勇的交通風險 其中的趣味上就是可以不用說出口 也讓人了解你的意思 看到其中的氣氛烈 新鄉農會已經特別先請到收集組合的專利件事 並且註冊的商標 推出了產品和包裝應到收集的每一萬港手伴手禮 我們現在也是台灣第一家用美酒 用數字的方式來呈現 那我們這個數字酒也是台灣第一家 申請過了一個數字酒的專利 而且還有台灣一個新型的數字組合的專利的授權 所以說我們也是台灣首創的數字酒 很特別很可愛 因為它的數字有意義 然後錢的快套可以送給自己的另一半 然後也可以當生日領域者 市場跟單車一禮拜 市場面中就因為能夠照顧收集產品來代表什麼 這才是作為只有創意的生日項 因此每一萬港手的業績 就提升了兩次三次 讓市民鄉農會都感到希望 並瞄準一種來給我真正坐和父親坐在送禮市場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持續的 將我們新一鄉的我們的梅子產業發揚光大 不管是我們的美金還是我們的美酒 所以說我們現在數字酒呢 現在的銷量也是持續的在攀升當中 因為接下來新人節就要到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也有很多的年輕的學子 在購買我們的數字酒 像現在暑假我們目前我們數字酒的銷量 已經成長了將近百分之三十 所以說接下來我們會持續努力 新一鄉農會也表示 數字做學生品對它一檔再生日 那才是特殊節日來作為政府創意的禮物 未來也將奉案在客製法的市場 提供企業團體來定製 所以他們的代表性數字伴手禮 突然新一鄉每天這片的新通路 記得金富山 蔡宏寶都